我是米特波鲁,料理爱好者 海鲜的吃法很多 今天我用意大利会海鲜的做法 来做一道风味浓郁的番茄海鲜锅 首先来准备食材,洗净的鲜油鱼切成圈 蛤蜊提前用淡盐水浸泡去掉泥沙 鲜虾开背去虾线 清口背洗净 这道菜还需要用到切成细丁的番茄 白洋葱 彩椒 西芹 切碎的欧芹 以及蒜末 番茄酱 锅烧热后,用橄榄油煸香蒜末 洋葱 再放西芹 采椒炒软 接下来一下番茄 番茄酱 炒至出汁 撒上黑胡椒粉 倒入白葡萄酒 大火煮河 大火煮沸后 转中火焖煮至汤汁浓郁 再依次放入清口蛤蜊 盖上锅盖 盖上锅盖稍稍焖煮 等贝壳打开 下鱿鱼 虾 再焖上几分钟 让海鲜充分会熟 入味 出锅前 加少许海盐调味 撒上欧芹碎 这道意大利风味的番茄海鲜锅 就做好了 制作西式的绘菜 比较建议用铸铁锅来做 保温性能会比较好 白葡萄酒的香气 比较清新 很适合用来料理海鲜 或者搭配白肉 而且不会覆盖食材本身的鲜味 可以很好的去腥 提香 今天我用的是干型的白葡萄酒 有积酸含量比较高 去腥的效果也会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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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